大家好,我是豆妈 不会炸油条的,可以试试这个葱油饼 比油条好吃,关键做法还简单 盆中倒入500克油条制发粉 放一勺盐,一把葱花,10克食用油 倒入320毫升温水 搅拌成絮状后,下手揣成面团 手上可以抹少许油,防粘 盖上饧面30分钟 手上抹水,防止粘手 虎口处挤出一块面团 边转边扯成圆形 五层油温下锅炸 底部定型后翻面 两面金黄即可捞出 这个饼外面酥酥脆脆 里面特别松软 凉了口感松软,蒸一下会更好吃 喜欢的姐妹,动手试试吧